小時候 我的夢想是嫁給阿湯哥 找到 我嫁給的竟然是外星人 外星人跟我說 拜託 我比阿湯哥還帥啊 我的外國老公 對我來說就像是外星人 不同種族 不同語言 不同尺寸 不同大小 那個夢想中 來自猩猩的她 在真實世界裡 竟然是這個大猩猩啊 我的天啊 小時候 我的爸媽就很疼我 可是我就是不順他們 這個不要 那個也不要 不要彈鋼琴 不要去教會 後來我跟媽媽說 我不要在台灣念書 媽媽說 吼 你花紅了嗎 阿娘 喂 我們沒錢啊 她說 媽祝祝你 我已經申請到獎學金了 拜託了你 我跟妳說 哈數好了 可是 你不要跟那個外星人談戀愛 他們都 吼 吼 這個也親 吼 吼 那個也親 很危險耶 如果是有錢人齁 你是可以考慮考慮 結果 我只記得媽媽跟我說 不要 親親 其他什麼都可以 外星人 風度偏偏 下餐會幫我開車門 燭光晚餐時 他說著一口 憲哥爾的英文 口裡動不動就說 I love you 這麼羅曼蒂克的情景 只有在韓劇中才發生 各位朋友 你知道嗎 真實世界裡真的是大不同啊 我們相差有30公分以上 我要抬頭問她 空氣好嗎 樓上 每次在逛夜市的時候 她就會找不到我 這讓我體會到 生命中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 不是生與死 而是我就在在你面前 你還不知道我在你 想命 對她來說 我是HAPPY人 對我來說 她是大腳跪耶 跪在那裡 我跟你說 她愛吃泡麵 她愛吃漢堡 但我們都吃收水油 我愛唱的歌是 起飯店 她愛唱的歌是 singing We were We were Rock you 她上完真的 proposals 每次在上英文課的時候 隔壁的日文課學生就順便上他們的英文課 有一次警察伯伯來我家敲門 我好緊張的把門打開 有事嗎?我跟你說 有家暴嗎?家暴?家暴?沒有啊 沒想到外星人說有 有家暴?我在家有暴暴?家暴? 你也要我家暴你嗎? 另外外星人在叫計程車的時候 他手一舉就會卡到我的頭 這時候他會很抱歉的抱我 不是那個家暴 可是我的鼻子剛好是在他嘎吱窩裡 好暈喔 媽媽 你說做妻子的要順服 這叫我怎麼順怎麼服啊 每次我們在生氣吵架的時候 他會說 You crazy 我會說 你 你該死去笑了 他用他的英文嗎?我用我的台語嗎? 他一言我就九鼻 嫁給外星人十二年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天天樣樣都在吵 後來我漸漸發現夫妻間相處 勾動的時候其實已經沒有什麼道理了 兩人開心就好 譬如說他的不就是不 我的不要有時候是要 不要問我為什麼 有一次我用0204消魂的聲音 我跟他說 親愛的 憲女喔 結果兒我們早點休息休息好嗎 結果那天晚上他很早就 噩噩噩 歐西亞人真的不知道咱們的喊噓跟幽默 這時候想起媽媽說 你要順苦喔 嫁雞 隨雞 嫁狗 隨狗 所以罐子那張比阿湯哥還帥的臉 我也就 噓 噓 睡著了 後來 我體會到夫妻間吵架 其實輸了 才是贏 早就過後 我會說道歉 因為我知道真正的順服跟原諒 是來自這裡的 各位朋友 我今天要跟你說的是 夫妻間的相處 家人的相處 其實會決定你是活在天堂 還是活在地獄 如果彼此能夠順服 體諒 包容 那麼你就是在天堂 那是一種多麼令人感動的幸福 在這裡啊 你知道嗎 現在外星人會跟著我一起去吃泡麵 我會很開心的喔 跟他去吃漢堡 在夜市的時候 他會緊緊拉著我的手 我呢 每次都會緊緊緊的貼著他 因為每次出門的時候 他都會 好香喔 外星人原來他是上帝送給我的 情安天和的甘甜我嫁給外星人 各位朋友想不想看看這位外星人啊 想不想啊來賓掌聲鼓勵 主持人